新北市議會是我們最重要的新北市的名義殿堂 那過去一段時間 因為侯友宜市長 有心要追逐更大的這個夢想 所以呢我們的新北市政 確實在過去一段時間 有那麼一段的空窗期 那我們希望能夠用更大的努力 把這個空窗期把它彌補出來 博文在這邊也看到了幾項警訊 包括我們幾項的這個新北市政的 民意調查跟滿意度 都有下滑的趨勢 那我想我們應該積極努力的 不分黨派不分藍綠 我們共同讓新北市政 能夠更加的這個 往福國立民的方向來進行 把過去這一段的空窗期 把它彌補起來 真的很希望 未來我們的侯友宜市長 面對市議會的每一份專案報告 希望他都能夠親自來參與 我覺得遠邊的彩霞固然美麗 但是千萬不要為了遠邊的彩霞 而彩壞了腳邊的玫瑰 進步是市民的期待 新北市做更好是應該 新北市要努力的地方還是非常多 希望新北市非常有進步的空間 大家都一起努力 因此會進步更快 謝謝 非常感恩 我們今天 副國院長蘇貞昌 我最敬愛的我們的蘇院長 也是我們的台北縣時代的老縣長 今天我們蔣跟黃議長 我們侯友宜市長 以及他帶領的 市府辛苦 認真的團隊 另外就是我們今天 剛卸下重擔的 鄭宇恩議員總召 以及他的團隊 還有我們要新上任的 張維健總召 以及他所率領的幹部團隊 博文在這邊 首先代表賴清德主席 向大家致意 同時也感謝鄭宇恩總召 所帶領的團隊過去的辛苦 同時也祝福也期許 未來我們張維健總召 所帶領的我們的黨團的團隊 我們能夠延續過去 我們嚴格監督市政 同時爭取建設 對所有市民創造福國立民的 這樣的一個宗旨 我們繼續努力 繼續前進 我想新北市 新北市議會是我們最重要的 新北市的民意殿堂 那過去一段時間 因為侯友宜市長 有心要追逐更大的這個夢想 所以我們的新北市政 確實在過去一段時間 有那麼一段的空窗期 那我們希望能夠用更大的努力 把這個空窗期把它彌補出來 博文在這邊也看到幾項警訊 包括我們幾項的這個新北市政的 民意調查跟滿意度 都有下滑的趨勢 那我想我們應該積極努力的 不分黨派 不分藍綠 我們共同讓新北市政 能夠更加的這個 往福國立民的方向來進行 把過去這一段的空窗期 把它彌補起來 那另外最近議會 也有很多的這個專案報告 我想府會的關係 絕對不是上對下 也不是誰跟誰非 所以府會的關係應該是要互相尊重 府會過度的和諧 對民眾也不見得是好事 所以我們要充分的互相尊重 充分的互相溝通 才能夠為人民創造最大的福祉 那博文在這邊也期許 未來我們這個新北市政府 面對議員的監督 我們能夠更加的這個認真 更加的專業 同時我也很清楚 我們侯友宜市長 他有非常大的一個理想 他很希望能夠到立法院 去做國情報告 但是天不從人院 這也無所謂 但是我真的很希望 未來我們侯友宜市長 面對市議會的每一份專案報告 希望他都能夠親自來參與 親自把最專業 最有見解的見地 跟所有的市民跟議會報告 我覺得遠邊的彩霞固然美麗 但是千萬不要為了遠邊的彩霞 而彩壞了腳邊的玫瑰 所以我們期許 未來我們新北市議會 能夠發揮我們監督的這個戰力 那同時在市政的爭取跟監督上 我們沒有分任何的黨派 只要為新北市民好 我們就要全力爭取 全力監督 那我很感謝在場之後的貴賓 我們也期許未來 我們新北市的這個市政 能夠蒸蒸日上 感謝所有新北市政府的團隊 感謝我們新北市議會 所有的同仁 我們共同努力 希望讓新北市能夠更好 希望讓新北市民能夠更幸福 在這邊也祝大家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感謝大家 謝謝 掌聲謝謝 貴賓師長 接下來讓我用掌聲歡迎 蘇貞昌院長來為我們致詞 有請蘇院長 新北市議會 各位蔣議長 陳部議長 我們現任 政總召 副總召 幹事長 書記長 新任 三位現總召 副總召 幹事長 書記長 各位立委 各位立委 各位議員先進 新北市議員 表示最大的敬意 和最深的感謝 今天新美市議會民進黨團 現任新任總召都是傑出女性 非常不簡單 我們兩位先後任總召都是年輕 在國外有高協力 都是受民意一再的肯定 今天在議會一個功德圓滿 一個要承接重擔 我們看到過去的一年 這議員總召不但用他的學士專業 而且用他的積極認真 帶領著議會民進黨議員先進 來就市政提出總統寶貴的意見 讓新北市更好 而新任的維建總召 不但年輕熱誠 而且積極有各種創意 相信未來的一年 在他代理下新北市議會民進黨團 必定能夠更大地發揮民意 來和市政府一起為新北市努力 我們看到新北市議會 是新北市最高民意電堂 最高民意機關 在蔣議長的代理下 我們看到全體議員 都是從各方面來化為民意 雖然有不同的黨派或沒有黨派 但都是民意的展現 這也是民主政治最必要的地方 和蔣議長是一個熱情個人 非常有益氣的民意代表 我和他多年相似 每次一起 私下他都會跟我提起 只要做得好他都很支持 他還特別一再提醒我 選人熱的時候 他是陪我站在吉普車廠 我都感謝他一輩子 都要公開感謝 那 幸運喔 我常常這樣 要不帶我 看到現在你已經做 自己的孫子阿公 那實在有夠嗎 所以這個議事堂 我也來過無數次 我覺得 新北有一個好傳統 當年我當縣長的時候 那個預算是那麼的少 不到現在的一半 當年的許再恩議長 跟我不同黨 但他都表示 只要你敬我一分 我一定還你三分 這一句話 我一直深深感謝 也因為當年的許再恩議長 都是照著議事進行 而且會尊重市縣政府 而當年的議員們 有很多都資深 像陳世榮議員 張瑞山議員 都是從當年到現在 他們也都見證了 這一個台北縣的蛻變 我們也看到 侯市長領導的新北市政府 實在是非常不簡單 在這個全國最大的城市裡面 要服務超過四百萬的市民 這是很重的擋子 我看到侯市長 特別說進入新的階段 要加倍努力 剛才看到說 要更努力 希望新北市更和諜 希望創造更好的新北市 我覺得非常的敬佩 也給予祝福 也特別期待我們新北市的民進黨團 雖然在新北市民進黨是在野 但是我們民進黨團 一樣是抱持的民主政治 只是要從不同的角度 希望新北市更好 我相信民意機關和行政機關 不是對立也不是對抗 反而是沒有注意到的地方 把它提出來 大家都是同一個心 要更好 這個才是市民的期盼 這個才是民主政治的常態 我覺得大家應該 往這方面來努力 我也用這樣 謝謝宇恩總召 也給維倩總召 特別鼓勵帶著所有的幹部 可以好好的給新北市侯市長 給他加油 也給他從各方面 讓沒有注意到的地方 能夠更注意 我相信會做得更好 今天不只是兩位新卸任總召 總召都是女性傑出的從政者 而且兩位總召的爸爸都在現場 實在是這麼不簡單 我覺得其實人就是這樣 其實也不過短短數十年 能夠聚集在一堂 都是人啊 所以你看我從當年到現在 還是在這個殿堂裡面 還是在這些人 大家一起 大家如果稍微想一下 講話不要講到這樣 會感情比較好 也會比較溫暖 但是啊 如果好的 也這樣不用分董牌 多做歌 大家都會多好 不用說黨同華裔 議員一個不敢當 就不要參與 就不要表演 我感覺也不可以這樣 所以我相信日子都會過去 記憶都會留下來 溫暖 其實是人跟人相處之道 進步是市民的期待 新北市做更好是應該 因此今天我特別 藉著這一個交接典禮 看到中央黨部 也和副秘書長 也特別來 他都要幫你 不幫你請到 不好意思 那我覺得 大家一起努力 新北市 要努力的地方 還是非常多 希望新北市 非常有進步的空間 大家都一起努力 因此會進步更快 謝謝大家 大家加油 謝謝,謝謝 感谢观看